这是青春玉女陈宝莲最经典的一部文艺作品 片中的大尺度演绎让她一战成年 加上日本女星大有理奈的联合出演 更是将该片的精彩程度直接拉到了珠穆朗玛峰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小编今天带大家温故知心 故事发生在战乱年代 朱仲为了躲婚离家出走 行至一处偏僻客栈 未婚妻丝丝女扮男装追婚至此 却被强盗发现是女儿身 欲行不轨之事 老朱不得不出手相救 为了躲避歹人追她 两人躲到了一个破庙里 可是刚进大门却听到呼救声 走 走开 妈妈两位啊 帮我忙 把你狗狗赶开啊 两人赶走恶曲 将她放置灯草旁边 随后见她坐于灯草之上 竟然变回了成人大小 原来她是看守然灯格的和尚 经灯草点化开悟了这片大变小的神通 只要油灯不灭 法力也就会源源不断 于是自称灯草和尚 三人熟络之后 思思去屋里沐浴换衣服 老猪和大狮正在闲聊 突然一道惊雷劈响 大狮见老猪吻如泰山 询问她的生辰八字 掐指一算发现老猪竟然是世间少有的欺人 于是叮嘱老猪不要乱跑 自己去取酒和老猪把酒联欢 大狮走后 老猪竟然听到几声娇滴滴的闻声 顺着声音寻去 来到一个房间 却被墙上的一幅画吸引住 画中女子像是有了生命一般 偏偏起舞 五妹动人 老猪顿时被画中女子闭嘱 另一边的大狮找酒的时候 却发现正在沐浴的思思竟然是女人身 你不能怪我呀 我根本不知道原来你是女的 也不知道你在这儿洗澡 思思却不依不饶认为自己吃亏了 总之我全被你看见了 我吃亏了 自处女 你觉得你赔本了是不是 好啊 那我让你摸 你摸 我 另一边的老猪还在画中无法自拔 和尚找得过来 他询问和尚为何会出现此的影响 大狮却让他忘了刚才所看到的一起 老猪得知刚才看到的都是真的 就想再见女子一面 只要能再见你一面 我死了无憾 和尚见老猪心意已决 自探天意不可为 于是决定帮他一次 但是约定时间只有十二个小时 如果过了时辰 就永远回不来了 于是交给老猪一个法人 老猪遵照和尚的叮嘱 口念经文走入了画中 穿过一条隧道 老猪就看到了画中的女子 画中女子围着老猪翩翩起舞 老猪顿时迷失了自我 随后追随女子来到一个房间 女子可能是跳舞太热了 直接退去外衣 还怕老猪出汗 于是也替他宽衣解态 看得出来两个人都很善解人 担心女子太累 老猪还把女子抱到了床上 大战一触即发 后面的画面就不让播了 需要付费才能观看 可不是我这个解说不靠谱 此处省略三十分钟 大战之后 女子对老猪说 原来她叫姨孟 虽然他们现在身处魔戒 但是可以借取老猪身上的武器 可以重返人间 老猪开始被吓了一条 但是看着楚楚可怜的阿孟 决定帮她脱离苦海 这个时候 姥姥也发现了老猪 有贵客来了 也不通知我一声 今天晚上 我要是要好好地张戴她